美人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产业快讯 东元看准了物联网的商机 宣布全产品线要走入智慧家庭时代 东元强调在资通讯平台技术整合之下 今年营运乐观 也看好商用家用领域通路占比提高 营收有机会比去年成长两成左右 开场绚丽舞台秀 吸引在场贵宾目光 更让东元记者会上带着浓浓科技位 董事长刘兆凯 董经理邱纯芝 手上拿着平板手机 宣示今年各项家电产品将全面进入云端控制时代 物联网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最有希望 是因为我们提出来的两个 一个就是可以节能节肺 这个对大家有直接的冲击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智能家居的 这个事情在国内也逐渐在发酵 刘兆凯表示 把握物联网发展带来的智慧家庭趋势 对今年营运相当乐观 各项家电透过Android或是iOS两大系统 与无线网络串联 轻松达成节能目标 有机会催化买气 创造营收比去年增加一到两成空间 总经理邱纯芝强调 在家用商用市场上通路销售数字要立判续创新高 不管是在商用空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家用空调 我们都看到了超过10%以上的这个成长 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这个迎向2015年 我们的这个营收的这个新高 东元去年第四季营收在小马达需求支撑下 营收上看130亿元 衰退幅度收敛在5个百分点以内 全年EPS渴望守住两元水准 优于前年 随着菲律宾特种电动车 车队管理系统以及收费连接 将进行实地测试 高达百亿元以上的巴士 三人车态换订单也将在第二季起 开始贡献海外收益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